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 这两天,有观众朋友留言,让说说人人影视字幕组因为违规被查的事儿。 这事儿的复杂程度,让国内的很多大V都不敢张口评价,为什么呢? 因为说不好,就容易给自己玩进去。 但是如此宠爱粉丝的本频道,那自然是要顶风作案,满足观众呼声的,记得给家鸡腿啊。 最近来了很多新朋友,欢迎大家的光临,更感谢你们的热情留言, 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活泼的把想看的,想听的内容评论出来,没准下一期视频,就是为你做的。 好了好了,书归正传。 2月3号,上海警方侦破了一起大案,以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为名,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4名, 查获作案工具手机20部,电脑主机、服务器12台,涉案金额1600万。 人家警方啊是这么说的,说在工作中偶然发现,这个人人影视字幕组的网站,提供了影视作品的在线观看和离线下载。 我们中国政府向来对这个知识产权很是在意,全国上下盛行着敬畏原作者抵制抄袭之风,是吧,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呢? 于是警方很积极啊,跑去跟原作者联系,得知未取得著作权利人的授权或许可,是怒不可恶,要替天行道。 反正也不管人家原作者对侵权方提不提起诉讼,那伸张正义的借口找到了,岂有放下之理。 于是出动警力,跨省追捕,把人人影视字幕组是一锅端。 要说啊,这事儿一出,你不得不说,警方这抓手找的真不错。 为什么呢?因为人人影视字幕组,从起家到壮大,干的确实是翻译人家美剧、英剧、外国电视剧的事儿。 而他们翻译的很多作品,也确实是在国外以各种手段弄回来的。 按照一般国家的知识产权法来讲,你购买了作品,只能自己听、自己看,就更别提传播了。 更何况你用别人的作品谋了力,那么就属于侵权行为,理论上版权持有方可以要求你赔偿。 但是这个起诉和追责,都得由持有者发起,没听过警方这么上心代劳的。 你说中国企业,一个个抄人家技术,舔着脸死不承认,还夸口说自己的手机天下无双,怎么这回跟人家字幕组玩命呢? 这还不是因为,由于中国政府,一直致力于用自己的理论,洗自己的国民。 在这些墙啊,市场封锁啊,和语言壁垒的加持下,一直死活不肯让人家做的好,有内涵, 能给老百姓启蒙,开启追求民主自由,批判性思维的优秀影视作品进入中国市场。 就跟当年不让外国产品进中国一样,普通百姓用国产货, 那权贵阶层却能拿着所谓的进出口凭证,买奔驰、彩电、冰箱。 那时间久了,总会走漏风声啊,你们把孩子送去西方接受教育, 我们老百姓连捅个窗户纸看两眼都不行。 在这种情势之下,翻译外国作品给国人看的字幕组,应运而生。 这些字幕组的早期是由海外有过留学经历的年轻人组成,一般都是义务翻译,没什么工钱。 所以人人影视字幕组也一直打着为爱发电的旗号,连王思聪当年都当过人人的义工。 赶着互联网刚刚兴起,建墙也没那么严实的春风,新世界的大门一下子让老百姓觉得很兴奋。 而人人字幕组也凭借着优质的翻译、高质量的选篇、广泛的涉猎,迅速获得了广大外语学习者的认可。 很多人对外语不感兴趣,但是对西方的价值观、意识形态很感兴趣, 也借此机会近距离的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世界。 人人字幕组就像是那一粒小小的火种,照亮了很多人心中的世界。 而2011年,人民网也曾评价人人字幕组为网络时代的知识步道者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此次抓捕人人掀起了如此大的轩然大波。 有这么多的人为此打抱不平。 有朋友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,感谢任何字幕组,无论大小,因为有你们,海上看惊吞,山顶看月亮,即使相隔万里,不再是奢望。 老百姓能看到外面的世界,还有人给翻译成自己熟悉的语言,很多人心里对字幕组都是存有感激。 于是前赴后继的年轻人加入了传递火种的队伍。 但是这世界上最令人难过的事儿,莫过于你的情怀被人当了冤的头。 无数人人翻译组早期满腔热血的义工,都因各种原因慢慢放弃了这个行业, 而这各种原因里,躲不开的就是一个字儿,钱。 抢骗员、抢手发、抄袭对方的翻译,随处可见的广告,和越来越差的翻译质量。 让很多人感叹人人变了。 所以这次人人字幕组被警方查封,有人站出来说,被抓走的是负责运营,也就是牟利的人。 而真正传递火种的翻译者们都很安全,希望大家安心。 可这话一出,估计政府就坐不住了,步道者还在传道,那你不是没拿社会主义大旗当回事儿吗? 查字幕组,目的不过是为了堵住传播境外信息的大门。 这不,前两天做节目就分析了网信办的新规,以后但凡是正事儿, 不管是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事件、国内的、国外的,一概不许提。 这透过窗口看世界的缝能让你留着吗? 语言壁垒在那放着,你们这些翻译官再闭嘴了,那不就我们怎么说怎么试了吗? 就像前段时间白俄罗斯群众游行,标语写着反对卢卡申科, 我们央视就愣能说是群众在支持政府, 欺负的就是你们这知识面、语言和信息差。 本以为把挣钱的抓了,这事儿就能了结,谁知道啊,星星之火一直藏于民间。 而且说实话,在中国,能挣钱的、做大的都是没什么情怀的人, 不然商场里那些尔虞我诈,怎么能玩明白呢? 但这世界上的事儿就微妙在,爱财的人好歹,心高的鸟难抓,能用钱收买的,都是等闲之辈,那非等闲之辈,价格就贵。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人人字幕组因为盗版被抓,警方在法律方面占到了上风。 而站在一个创作者的角度,如果别人偷到本频道的视频且牟利,那生气是肯定要生气的。 所以对于打击盗版这一行为,还真是骂不了什么。 但是借着打击盗版的名号,干着排除异己,封嘴捆脚之时,才是让广大网友愤怒的原因。 网友们甚至喊着,不让人人传播盗版,可以,那你让正版进来啊。 啊对了,我忘了,你让他们进来了,也得按照你的意志进行自我阉割。 数量限制,内容要求,先审后播,统一登记,不都是你们明文规定要求的吗? 就像黑客帝国里,人家的原意是他是救世主,你们给翻译成他是那个人, 为什么呀,不就是因为救世主不能是耶稣,只能是伟大领袖吗? 韩剧里,百姓吐槽,政府浪费纳税人税金的事儿,你们不也给翻译成大众欣兴鼓鼓,庆祝深奥成功了吗? 但凡是下里巴人的事儿,都不能翻译,天天在荧幕上装阳春白雪, 你们自己把世间恶心的事儿都干了,还怪别人能看见。 国际歌已经不能打在屏幕上了,回头国歌也不能唱了,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字幕组的事儿, 是意识形态,是价值导向,是洗脑,更是断尾求生,为了所谓的过繭上映而自我阉割。 你以为被阉割的只有一个字幕组,是你,你的思维、骨气和灵魂,人人的事儿必定会被重罚,当作杀鸡镜头的标杆。 而中国的言论审查和管制,以及对于意识形态的把控,也必定更上一个台阶。 这一切不过是暴风雨的开端。珍惜那些讲真话的节目吧,每个人都是顶着压力在风雪里前行啊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对于人人影视被抓捕一事怎么看呢? 你们觉得这件事儿,跟最近中国的言论管制升级有关系吗? 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,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,拜了个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